今天是我们来到云梦泽的第二天 第二天来了好多的钓友 这些钓友都是被绞收过鱼竿的钓友 今天我们正好带了一些鱼竿 另外通过知识获达的方式 来问一下这些大哥 当时在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 被谁给绞收了 谁有权利收鱼竿 来问一下 弥补一下大哥的损失 大哥你好 今天五月份在张家嘴 被那个云梦泽射角一个游戴 张家嘴五月份 那现在网上这个事情 我看舆论很大 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怎么说呢 说大湖面它承包的不让掉可以 但是这些支流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掉的 就是支流现在也不让掉 对 是吧 其实一些小的支流 它都不让掉 小的支流都不让掉 它就开着快点来搅拧窝 行来给大哥拿个男子干 我就是在华业河舞场 那个后面 一个小河给我里面 被绞收了 去年那个腊月 腊月的时候 被他们收缴了 被收缴了 这个任盟泽收缴了 你是只被收缴过一次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追赶 然后就是追赶 那现在这个事情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就是说希望任盟泽给掉下 有一个休闲的地方吧 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对对对好来给大哥拿这个干 大哥你平时喜欢野钓鲫鱼什么的 也喜欢钓鱼 每次钓钓鱼 然后你是当时什么情况 把你杆子没收了 我在黄河舞场那里钓鱼 那个支流里面 也是在那里支流 当时他也什么都没有说 就过来就不让你钓了 过来就不要钓 去把杆子抢 必须得给他 那这样大哥 这个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 来弥补一下 还有最后一个大哥 就说大哥对这个事情 有你自己的一个看法 对 您能说一说吗 我是在祖宝那边 然后我当时跟我老婆 就是我老婆怀孕了 然后带他一起去休息一下 去玩一下 是吧 就是散热型 钓鱼 然后钓着钓着 突然一大水冷过来了 开着筷子 然后直接直接钓子 直接没收拿走 直接没收拿走 对 买了 两千六块钱 就是新闻 到最后这根钓去哪了呢 不知道 也没给你 对啊 没给我 那你钓的那个区域 是公共的还是被承包的 承包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承包的 去年的时候吧 是吧 就是今年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今年三月份 他们刚好运人 他也没有明确划分出来 这不能钓 不允许我们钓 没有 他也没说 没说 也没有说 没有洗牌子 对吧 这个大哥也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 嗯 行 那这个送一米大哥 然后弥补一下 就是咱们钓鱼的损失 也希望那个钓钓鱼 在阳光下钓鱼 就是广大钓鱼 你说真的 钓钓鱼 我跟你说太难了 钓个鱼难得很 能搞得修行钓鱼 这个区域是吧 是不是 让我们在阳光下钓鱼 是吧 不能躲到长长的 哎 搞得细腻慌慌的钓个鱼 跟做贼似的 行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他说大姐也是当时被缴纳过鱼干 姐 你当 你能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吗 嗯 当时就是我跟我老公在那钓鱼 然后他开着船 然后他开着船说不能吊 直接就把杆子拿走了 直接把杆子拿走了 对 当时 你还是个怀孕状态 还没有生他呢 对 其实大约那时候怀孕应该有五六个月六七个月的样子 所以刚好我老公放假回来嘛 然后就带我自己逛一下 你也喜欢钓鱼 我主要是陪我老公 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家闷嘛 然后他好不容易回来了 就带我到处挂挂了 然后就去钓鱼了 他比较喜欢钓鱼 送给你一个杆子 我母汉女 对 陪着老公钓鱼 对 而且希望你以后啊 能继续多多钓鱼 加入我们这钓鱼的大家庭 好 你好 你好 多可爱 行 那我们走 去下面看看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钓鱼人能出来为我们发生 我们给完这些鱼竿不是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 我们看能否把钓友收缴过的鱼竿给它追回 这是我们的初衷 对 因为我们的力量毕竟是薄弱的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能加入进来 云梦泽 请让我们鱼竿还我们